除草剂在日常生活当中是常见农药 不过许多民众经常在非农地的时候使用除草剂 违法同时还会危害到环境和人体 华莲县政府为此特别订定了 花莲县非农地使用除草剂管理治治条例 规定八大区域禁止使用除草剂 如果有违法情形最高可以祭出10万元的把环 花莲县环境保护局在108年9月立即草拟 花莲县非农地使用除草剂管理治治条例 并且在109年7月15号公告实施 成为全国第四个明定除草剂管理治治条例的县市 现在许多表示 由于实施之后也大大的改善花莲县环境的生活 同时也获得环境不大一的肯定 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机查科科长林才一表示 治治条例规定当有特定区域 是不得喷洒农药 为了就是要来守护花莲美业的家园 我们花莲县非农地使用除草剂管理治治条例 有规范八个地区是禁止使用除草剂的 那这八个区域包括公园 学校 医院 还有社区公共区域 还有公募园 还有就是道路绿地 以及人为规换的稀盘 还有坡地等等 那这些八个区域都是禁止使用除草剂的 那什么样的人可以来买这个除草剂呢 如果你是18岁以上 从事农业的一个活动 那你就可以来买 那另外呢 还有就是你是农药的带喷业者 这个也可以合法的来买除草剂 那如果你在我们户外发现除草剂 非农地在使用除草剂的话呢 你应该怎么做 第一个 你要记录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还有如果你有照相机 摄影机的话 你就把这个影像给它照相拍摄下来 然后通报我们的 县民热线1999 或是环保局的公爱陈情电话 0800 066 666 或是03 8233 131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逃离现场 不要让这个除草剂来影响你的健康 那如果呢 违反这样子上述的这些规定的话 那我们的这个自治条例有一个罚则 从一万五千块到十万块 那希望大家能够共同维护 我们美好的环境 在非农地来 就是使用除草剂的时候 能够符合这些规范 花莲县环境保护局 基查科科长领裁表示 只要有发现非农地 违反使用除草剂的状况 当下记录时间和地点 拍摄或是录影记录 并且向花莲县环境保护局 卷举或拨打1999花莲县政府 卸明热线 违法者将处于新台币 一万五千元 以上到十万元以下罚还 也请相亲特别注意 共同来守护 花莲的好山好水好人情